Python 里面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先用 F等于Open 后面的话给它一个路径 因为我是放这一串 其实放的还蛮里面的 一个什么User TypePay Download一串 然后用R模式 另外如果你的资料是从Google Google下来的话 一定是UT8 特别注意 如果是 如果是Excel里面的话 后面这个encoding就不用了 因为它预设CP950 这个编码方式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读取 读取到那个List1里面 这个前面都讲过 那当然你可以先把里面的资料 先全部print出来看看 比如说我就全部把它print 那print这个List 你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就是会长这样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它基本上就是读到一个串列 所以串列的话外面中瓜糊 然后第一个读进来一个字串 第二笔 就是说第二个是1号 把它读进来 但是呢 你会发现如果要把它放资料库的话 还要再做切割 所以这个是放在可能第一 A栏 B栏 C D 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你可能要把换行也拿掉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做这个之前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看一下云端上 我这边有一个示意 也许你第一个先把它输出成长这样吧 中间它空白好了 如果要练习变空白的话 那我们就是跑一个回圈 所以底下的话 我就是用一个回圈 之前我没有写过了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回圈的话呢 不包含那个 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for I in range 1到多少呢 它的那个串列的总长度 所以加LEN 刮糊 然后把例子1放进来 意思就是说 从第一个到最后 全部都读取 但是会避开第0个 就是那个栏位名称把它避开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资料再分割 因为它读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一整个一串 这个避开了 所以这个一串 但问题是我必须要把它分成 一个变五个 中间用逗点割开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LISR一个 里面有个Sprits 前面讲过了 这蛮重要的 切割嘛 有点像资料剖析 剖开来之后的话呢 丢到LISR2里面去 那再来的话 把那个LISR2里面的分别 我之前 这个是之前写 之前是写那个 姓名跟手机 只有姓名跟手机的话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执行的话 它只会跑姓名跟手机 姓名 姓名刚好第二栏 手机刚好第五栏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那就变成说这边 你可能就是要再把那个个栏 比如这边的话 我把这个再复制一个 前面的话这边改成零 第零 如果是中间加空白的话 那就是什么 串接一个空白 OK 如果我要把空白加进来 那这边也加空白 零 一 然后二 然后再把这个二 三 分别把资料呢 放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 我就是再把这个 补到这边来 OK 然后再补一下 就是串 串一个 零 一 这边是二 这边是三 也就是说它切割了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因为总共五 第五个的话 应该后面有一个换行 要把它拿掉 拿掉的话 前面有讲过 用strip就可以 把这个拿掉 如果没有拿掉的话 它变成有一个换行在 那执行一下 看好不OK 好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得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的 刚好中间加空白 把它做分割 OK 那换行拿掉之后 这个是print本身的换行 但是目前的话 它还是只是print到画面上 它还没有print到 我们的资料库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print到资料库的话 接下来你可以拿这个 insert into的范例 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一下 直接放到这个的下面 先放到这个的下面 贴上 接下来就改 改哪里呢 一样放这个资料库好了 我们不另外多一个 然后呢 create一个什么呢 这边的话 也许你把那个 资料表的名称 改一下 也许我们叫member01 01好了 这边 然后我们总共会有 会有这个 五个栏位 那我刚刚讲过 拖篮一下 第一栏是A 第二栏是B 那全部呢 都用文字就好了 假设我现在 刚开始先 先用这种简单的方式 那分别的话 产生我们要的这些栏位 A B C 复制一个 D E OK 把它用复制了 那我这边是用那个Ctrl键 按住然后再加拖拉 这样来写程式有时候会比较快一点 OK A B C D E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建一个member 里面的话就有五个栏位 所以 一个萝卜一个坑 特别是要刚刚好 你不能说 你就给四栏 就放五个东西 他一定放不进去 所以一定要刚刚好 It's cute就建好了 再来的话怎么样 再把那个 就是建好资料库之后 所以你底下这边 就把上面这个open 其实他应该是放在哪里 放在这边会比较恰当 当他建好资料表之后 再把什么呢 刚刚这一串 所以这一串 再把它剪下 然后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再来的话呢 就要把它拼凑在一起 OK 读取 打开 那这边有这几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刚好 把这个东西 放到 这边insert into的后面 所以一样会有五个栏位 如果五个栏位 你全部都要的话 你就不用刮乎 哪一个栏位 你就全部 后面的话呢 就把什么 把这五个栏位的资料 放在这边 他就insert into 那回圈的话 就整个回圈 全部insert into 好 请各位先试一下吧 先 第一个把那个会员资料 先输出 第二个的话呢 再跟insert into结合 所以二合为一 如果你两边可以结合得顺利的话 那很快的 外部的资料 就会变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这个其实蛮好用的 我是建议 如果各位平常工作上面 有类似的案例 一定有 你就多练习 你大概练习个五遍之后 应该就有心得 不要有五遍 反正就多练习几遍 慢慢慢慢 这种 以后就会变得非常成熟了 那放到资料库里面 你要做出后续的报表 或者是其他应用 会比较简单 OK 这种 不知不知 不知不知 感谢观看